台队县卫生局之前抽验市售的乳品 结果30件商品之内就一件不合格 而且不合格的香山牧场的国产鲜乳 它的大肠杆菌值超出了标准的110倍 现在贩售的店家在环球购物中心板桥店的甘马店 赶紧把商品下架 一般喝鲜奶或乳制品都是为了营养保健 但如果您喝的鲜奶被验出大肠杆菌值超标100倍以上 那就太恐怖了 抽验这个国产的鲜乳或相关的鲜乳 总共抽验30件 那30件里面发现有一件国产的鲜乳 发现它的大肠杆菌群 大概超乎正常规定值的大概要100倍之多 而实际走一趟当初贩售香山牧场国产鲜乳的店家 业者也作出回应 第一个我已经下架了 它是它那批有问题 那我现在那批那批就下架了 那有印象大概卖出多少吗 没有 我们那批没有买 它那天来是卖我们去下架 那批我们以下架我没有得买 但是不合格的鲜乳 不是下架就能解决 因此卫生局已经请当初实际制造的工厂 立即改善 会在5月中旬再进行抽检 为消费者的健康把关 以免让您喝了拉肚子 我这是不赶快的